中月十五 元宵節 家家戶戶都會在這一天 團聚吃湯圓 新美食議員參選人張志豪 也在今天舉辦元宵活動 邀請到專業烹飪講師李清芳 教民眾健康吃湯圓 歡度湯圓時光 我今天做的湯圓 它是用糯米粉做的 那因為古早是用糯米 然後來餓餓 但是現在沒有那個時間 所以我用糯米粉的方式 其他的天然的食材 然後做出美味的湯圓 今天特別舉辦這樣的活動 因為這也是一種儀儲的概念 那也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那團團圓圓來到這邊 那大家一起搓湯圓 那慶團圓 那元宵節嘛 就是讓大家歡樂在一起 左一片 右一片 右一片 看不走 另外 現場也準備多到登明 和民眾同樂 在互動遊戲中 拉近離離之間的距離 讓元宵節更有意義 中間新聞 內港軍 中和報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